《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9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是跟大家谈两个人的死亡 一个是中国大陆大家非常关心的福建普天的村民叫欧金钟 第二个呢是美国现任和美国退役高官里面 因为疫情感染而死亡的这个最高职务的前美国参谋长会议联席主席 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因为染上武汉病毒死亡 那么这两个人的死亡在美国和中国呢 现在都引起了媒体上极大的关心 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谈的话题 第二个要跟大家谈一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在下个月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这个会议上主要是要完成习近平的两项重要的布局 一个就是要确定一个中共党史建党一百年来的第三份重大决议 确定习近平在党内跟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中共的第三位建党百年内的这个最高的领袖最重要的人物 这是呢他要确定他在党内建党百年之内的个人的地位 第二个呢就是为他二十大呢扫清所有的障碍 那么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福建莆田的村民 叫欧金钟欧金钟在他自己奉而杀掉他的这个村坝邻居之后 已经逃脱了一个多礼拜之后呢 那么昨天呢终于被中共呢就宣布欧金钟是拒捕然后自杀了 这个拒捕怎么是自杀呢 也就是中共呢他需要的就是尸体而不要活人 这也就是他们关关相互的最好的结果 所以说他们发出的通报就说欧金钟呢是因为在一个山洞里面 他不但是拒捕拒捕了以后呢又自杀了 拒捕然后怎么去自杀呢 现在只有共产党自己的解释 因为呢中共已经通过他的政府部门呢发出了悬赏令 悬赏的这个要求就是活人只给两万 但是呢如果是尸体呢我们就给五万 这个中间三万的差价实际上就是鼓励任何一个人呢 你看到欧金钟以后想方设法要把他弄死 也就是弄死以后这是达到中共最好的目的 弄死了以后就不用审判了嘛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嘛 所有关关相互所有当地政府那些黑恶势力 不可能再通过对他的审判 然后把这些黑恶势力再揭露出来嘛 那么最终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说呢政府是一定要希望把他弄死的 他们鼓励别人所以他们才发出了这样这个奇葩的悬赏令 说是抓到活人只给两万弄到死尸的话给你五万 那么欧金钟躲藏了那么多天 当地是出动了支撑飞机在寻找他 派出了大量的武警公安警察和当地的一些民兵啊 不断的去寻找他 查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查到他 那么最终怎么抓到的呢 根据当地村民的反应就是什么 是欧金钟因为他非常的饿了 他自己呢是到一个村民家去挖那个村民家的地瓜来冲击 结果被这家村民呢就举报了 那么举报了以后呢警方呢最终就收捕到了欧金钟所藏身的那个山洞 那么这个山洞里面把欧金钟抓出来的时候 他的体力已经严重不支了 看到欧金钟被警方带出来的村民都说 他运出来的时候完全是活着的 村民要求警察呢不要打死他 村民当时都对警察砍话 说你们千万不要打死他 让他把事情说出来 让他把自己所有的冤屈都能够暴露出来以后 他可以接受到法律对他的惩罚的 因为他既然犯了罪法律惩罚的 但你要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嘛 也就是村民们当时还对警察喊话不要弄死他 但是警方是严密的封锁消息 很快警方就发布了说他是拒捕 然后呢违罪自杀了 那么究竟他是怎么自杀的 自杀的过程是什么 他怎么拒捕又如何能够做到违罪自杀的 警方一概没有去说 也就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自杀的这些细节 那么因为当地政府就是要他死啊 所以说当地政府目的就是要他死的话 警方就是想方设法把他弄死 即使他这个人被抬出煽动时候是活着的 警方也有方法让他呢安乐死 把他弄死了以后 大小官员就输了一口气 因为欧京东这件事情已经在当地持续了有五年多 这五年多里面 他用尽了他自己所有的方法 包括他自己本人去买过一个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他也不大会用 他还开通了微博 他为了能多吸引粉丝多吸引有人关注他 他还专门花钱开通了这个微博会员 他因为呢他这个手机不大会用 他这个打无比的时候 把他这个欧京东还打成了个欧权中 也就是他通过微博发帖 通过社交媒体来宣布自己的冤屈 希望得到人们对他的这个重视 希望得到当地的干部或者是高层干部 能够关注他这个弱势群体 他基本上把所有能上访的地方全上访到了 他在一个香烟盒子的这个背后 写满了所有可以上访和投诉的电话号码 所有的电话他基本上都打了一遍 也就是他写的投诉信最高都写到了公安部 但是没有任何用啊 在当地无论是村乡镇以及县里面 所有跟他自己家建房有关的这个有关部门 他全部跑遍了 没有一个人管他哇 最终就是这个人人了五年五年之后 他最终就是路发从关 把他这个村霸邻居一家就全部杀掉了 也就是说他到了这一步时候是走投无路的 那么欧京东的现象是如何出现的 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像欧京东这样的人 绝大部分的中国老十八交的那些农民呢 像欧京东这样的人呢 他们生活的底层呢往往都是忍生吞气 这件事情呢自己忍下去就算了 然后呢天大的冤屈呢 最终都给自己带到棺权里面去的 只有为数不多的像欧京东这样的人 最终为了讨个说法 也就是呢去拼个鱼死网破 那么当他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候 这件事情恶心事故发生以后 那么当地的政府对他就是一种围剿 政府就是想要他死 政府就是要他的尸体 政府根本不要他活着 有活口反而麻烦 一旦有了活口以后 送到公安局里面 检察员起诉了 法院审判了 加上律师辩护了 一下子就把这个案件里面 所有的那些黑案就全部揭露出来了嘛 所以现在把他弄死了以后 也就死无对证了嘛 他这件事情被当地政府就了结掉了嘛 对那个被害人来讲的话 政府会给那个被害人家里面给点钱 让他把这个事就打发掉了 至于欧京东这一家房子仍然是建不了 他本人作为一个罪犯 作为一个违罪自杀的罪犯 政府没处罚他就不说了 他的家里面人依然没有任何房子可以住 依然也没有任何房子可以建 也就是说欧京东的事件是标准的反映中国农村里面这个底层的这些恶霸 这些村霸对普通村民的欺压 而共产党的继承政权 现在已经完全黑社会化 虽然呢有的人在看了我的节目 如果我把中国的基层认定为黑社会化 共产党通过黑社会管理基层呢 有的人不认同说是不全部是这样 那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是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 就是中国农村里面 尤其是乡村里面最普通的基层 中共基本上是用黑社会当地的这些村霸恶霸来管理社会 管理村庄 他们这些村霸在村子里面势力最大的最流氓的最邪恶的人 往往都是村支出或者是村长 除了霸占村里面的资源 自己家里面成了这个村里面最富有的人之外 同时在村子里面就横行相礼 基本上这样的人在中国普遍存在 在中国的乡村里面最普通的基层乡村里面普遍存在 也就是村里面最富有的 村里面最邪恶的 一定是共产党员 一定是村支出 一定是共产党安排在这个村里面当领导的人 而这种人往往是控制了整个村里面的资源 对村民们也是非打其骂 对所有有村民们正常的要求 应该是无视 那么欧京东就是长期被村霸霸凌 他最终就是说忍无可忍 他才走上了一个以死拼死的道路 所以说呢欧京东的事情在中国呢 是很典型的 也是引起大家极大关注的 他现在这个所谓拒捕自杀 我个人认为是被自杀的可能性更大 如何被自杀的当然只有当地政府他们知道 那么只不过中国这个黑幕很难揭开 如果是有当地的群众或者当地政法部门人能够了解欧京东 他实际上是被政府安排的被自杀的所有的内情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信息都暴露出来的话 我相信对共产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同时也能帮助欧京东能伸张一些冤屈 那么美国呢在昨天呢死掉了一个呢 前参谋党会议主席 1990年至1991年期间 在海湾战争时候担任参谋党联系会议主席的 和小布什竞选以后担任总统期间 然后任命他为国务卿的叫鲍威尔 鲍威尔呢昨天就死掉了 他死掉的原因呢是死于武汉病毒 就是COVID-19他这个并发症 他本人的死亡是目前呢 美国呢就是无论是现役还是退役 美国最高官员最高级别的 因为武汉病毒而死亡的一个最高官员 那么他本人呢实际上是接种过两次的 按照美国的要求就说你一定要接种 接种呢就可能呢不会染病 那么他本人分别接种过一期二期 那么他仍然是染上了病毒 至少通过他的死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就是你接种不代表你可以免疫 所以他最终还是死于武汉病毒 鲍威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左的人 你别看他是个共和党人 鲍威尔本身是个黑人 他出生于纽约一个平民区 他的父母是亚买加的移民 他作为一个亚买加黑人移民的二代 能够在美国虽然是在平民区成长 但是他由于美国这个良好的社会制度 美国的这个公平的竞争机制 让鲍威尔呢获得了一个正常的成长 他也成为美国黑人中间担任国家公职 最高职务的人 也就是他本人就是共和党 他因为参军以后 在军队里面表现作业 他本人也被逐步提升到很高级别的这个将领 那么他呢早年呢是追随老布什小布什家族 也就是跟共和党建制派大佬们呢打得火热 那么小布什和老布什呢 对他也不断地栽培 尤其是小布什担任总统以后任命他为国务卿 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呢 因为跟小布什呢政界不一 就是两个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面啊 他们的认识和看法呢都非常矛盾 那么最终呢小布什就解除了他的国务卿职务 也就是他跟小布什最终是一种翻脸的关系 那么虽然翻脸了 但是呢跟着共和党建制派大佬 活了那么多年呢 他自己也成长为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其中之一 他身为共和党人 但是他一直是为民主党加油的也就是在2008年和2012年 这两次美国大选中 他都是坚定不移的公开站在支持奥巴马的立场上 也就是支持奥巴马当选和支持奥巴马连任 但是奥巴马呢拿它呢是不吃劲的 因为呢他本来认为他是黑人奥巴马也是黑人 你当着总统以后你不重用我们吗 但是呢奥巴马一点都没有给他面子 也就是奥巴马没有给他安排任何一官半职 他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这么一个大佬 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的这个竞选人 他支持的都是民主党人嘛 那么2008年2012年他是支持了奥巴马 到了2016年他又开始支持希拉里 他公开发表声明说 希拉里称职我认为希拉里能做得好 而另外一个人做的就不行 那个人他指的就是川普 也就是他称赞希拉里而打击了川普 但是他没想到2016年大选那次川普当选了 从川普当选以后 他每天都在咒罢川普他作为一个共和党人 对自己共和党产生的总统他是相当不满的 他经常是公开发表言论去指责川普 到了去年2020年大选时候 他又是公开站出来支持拜登打击川普 在整个近20年他的政治生涯中 在美国历史大选中 他都是站在他共和党的对立面 站在民主党的立场上 支持了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 2008年2012年支持了奥巴马 2016年支持了希拉里 2020年支持了拜登 他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共和党人 所以像这样一个人 完全是叛变了自己本党立场的人 居然还有很多人把他称为是英雄 我不知道美国的英雄都是怎么诞生的 一个违背本党意志的人 一个投靠他党的人 一个能够跟本党唱反调的人 怎么会成为是一个英雄呢? 有没有一点正义的价值观呢? 你有没有一点立场呢? 如果你总是支持对方的话 你总是认为他好的话 你干脆就加入他那个党 你成为他那个党的一员 那时候你怎么支持都是合理的 你为什么身在朝银要心在汉呢? 所以像这样的人 能被很多自媒体人能歌颂为首海湾英雄 我不知道这种英雄是怎么诞生的 难道英雄都是潜伏在敌因里面 然后要叛变敌因 然后要刺散敌因情报 然后要跟敌人的立场站在一起的 这才是英雄嘛 鲍威尔作为一个共和党大佬 共和党建制派大佬 他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的竞选人 他没有支持过共和党已经当选的总统 他本人是残媚左派讨好中共 当然了 他最终没有想到 他在中共的武汉病毒上送了命 好 我们来说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19届六中全会啊 中央政治局已经宣布 将在11月8号召开 那么这个会议上面重大的议题是什么呢? 这个会议上面目前公布的重大议题 就是说要审议中共历史上第三份建党百年以来的历史决议 所谓第三份建党的历史决议呢 就是要在中共建党百年来来确认 就是习近平在党内的最高的领导地位 这个最高领导地位要通过什么来确认呢? 因为历史上呢在中共党史上有过两次决议 这两次决议呢分别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及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两份决议实际上是确立了当时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也就是当时1945年毛泽东通过这份历史决议 确立他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 而且为整个夺取中国政权 为共产党最终开始内战 然后颠覆中华民国政府 最终获取政权呢 给毛泽东奠定了最高领袖历史地位 所以共产党对这份历史决议呢是给予高度认可的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邓小平到1981年 又搞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呢 实际上是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也就是邓小平通过这份决议 确定了他自己的改革开放路线 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所以说中共建党百年前面只通过这两个决议 这两个决议按照中共官方所宣布的 就是说都是在中共面临重大转折时刻 重大历史关头通过的 这个所谓重大历史关头 第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决议实际上是为了夺取赚钱嘛 第二个决议邓小平是为了确定改革开放路线嘛 那么习近平又何工之友呢 习近平为什么要搞这个决议呢 习近平现在就是利用共产党建党已经百年了 那么百年来中共要搞出第三个决议 第三个决议习近平就是要把自己等同于毛泽东 等同于邓小平 要等同于毛泽东等同于邓小平 要等同于他们什么呢 除了要等同于他们在党内的历史攻击历史地位 最重要的嘛 要等同于他们的终身制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终身掌权的 毛泽东他一直获得他厌弃的那一天 而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也就是邓小平他没有担任过党的主席党的总书记 但是邓小平知道他自己死之前 他都是控制到中国的最高政权的 就是垂帘听政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也就是在中国这个封建社会绵延了几千年的这个皇权社会制度下 中国人很接受垂帘听政的这么一种政治制度的 邓小平虽然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没有担任过党的主席 没有担任过党的总书记 但是在他手上给他亲手就换掉了中共三个党的最高领导人 尤其是华国锋嘛 华国锋你看华国锋是党政军大权在一生的 华国锋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 那么连华国锋这样人毛泽东生前亲自指定的接班人 邓小平都能搞掉 你说华国锋是因为没有才能吗 可以讲按中国的这个君主制度 按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制度 在人们这个思想里面根深蒂固的认为 只要你这个接班人是正统 是先皇指定的 哪怕就是个傻子都应该可以正常的接班 也就是说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 他的接班人的正统地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的 而且他本人是掌握着党政军所有的大权 华国锋这个人绝对不是傻子 是相当有才干的 也是相当有能力 并且也是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人 只不过呢 玩权术的玩不过邓小平 所以邓小平利用中共建政时候那帮老臣们利用这帮权臣们通过各种阴谋轨迹计算了华国锋 最终把华国锋搞到了 搞到了华国锋以后 邓小平虽然不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但是先后给他换上去的胡耀邦换上去的赵紫阳通通给他再次打倒 他到了换掉赵紫阳以后在江泽民接班以后 他曾经还想过把江泽民也换掉的准备换乔士上的 只是什么陈云啊李先天啊这帮老臣都跟他讲没有这个经历了 我们年龄都大了 你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们还能坚持活几年再换的话 我们都没有办法能看到他能否正常执政我们就翘辫子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是陈云李先天反对了邓小平要求再次换掉江泽民的想法 邓小平最终看到江泽民也主动的不断的投靠他 不断的对他扶手称臣 不断的去恭维他 那么邓小平最终觉得也就算了 实际上也就是邓小平直到他死 在他活的那一天他都掌控着中国国家的政权 所以说呢 习近平应该要把自己的地位摆得跟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呢 就是希望自己能获得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种终身执政的地位 无论他是走毛泽东那条路 就是说在厌期之前他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他只要活的 他就是终身任职 还是说他走邓小平那条路 他最终来垂帘听政 也就是说 虽然他不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所有领导人都有他亲自任命 都有他完全安排 每一个被他任命为领导人的人 每天要向他请示汇报的 你从胡耀邦到赵紫阳到江泽民这几任领导人 他们最终对邓小平的请示汇报的态度 对邓小平所安排的各种决策的执行 你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实际上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是掌控中共最高政权的人 那么习近平显然就是要达到这样的地位 所以说习近平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贡献 他要通过这个第三份决议来确定他自己在执政这么十年不到的时间 要肯定他所有的政绩 要抵消最近几年中共在外交内政上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 按照习近平讲的话就是要排除栽营 尤其是今年以来 习近平为了他自己巩固在二十大的连任 中共当局对科技大公司 对教育培训产业 对文化娱乐产业 电子游戏产业 房地产业 金融系统 政法系统的各种整顿 都是习近平为二十大的清查 也就是说习近平要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 尤其是通过这次党内六中全会确定的这个建党百年来的第三份决议 确定他自己在党内的跟毛泽东 邓小平比肩的历史地位 也就是实际上把江泽民 胡锦涛这些虽然还活着的中共已经退休的元老把他们排挤掉了 也就是没有你们什么功绩啊 共产党历史上能成为最高领导人的 能成为划时代的领导人的 能够有伟大功绩的 能够有党内历史决议 确定他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的 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 所以说习近平他就是要通过这个 达到他终身连任的这个目的 同时一旦获得连任以后 他还谋求什么 谋求他自己的终身制嘛 所以说这是习近平他主要的目的 因此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他不简简单单是通过一个决议 实际上习近平在这个决议上就是要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通过决议 确定他自己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跟毛泽东、邓小平比肩 然后把党内第三次通过的重大历史决议呢 来肯定他习近平建党百年以来的贡献 同时呢也就是为二十大清查 为他二十大获取连任 然后扫清所有的障碍 虽然在这个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已经有非常多的动作 就是我刚才讲的 在各个行业进行各种诊断 而这种诊断的结果呢嘛 诊断的结果就是一种立威 就是对所有的行业进行打击以后 让他们知道 你这些行业里面每天没睡觉 折腾折腾你们 其实你说这些人有多大罪 有多大错呢 包括这些大量被他打击的这些富豪们 他们哪一个不歌颂共产党 马云不歌颂共产党嘛 习近平并不代表你歌颂共产党 他就不打击你 而是要折腾折腾你们 让你们知道 无论你们歌颂还是不歌颂 你们的党手上呢就是个玩物 我们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 对于马云究竟有没有边控 一直是有相当多的传闻的 都认为阿里巴巴死了 马云已经在监狱里面了 共产党现在对马云已经往死里面求 其实马云大家看到 他上个礼拜已经去了香港 也就是对马云边控不边控呢 我个人分析呢 从中共这个态度来看 中共并不在乎你马云自己可以到海外去 马云如果你即使在海外 你宣布流亡海外了 你依然呢 可以讲是共产党弄你倾家荡产 第一个 你一分钱资金也带不了 最重要就是马云的家人 共产党是牢牢的把你看管在国内 因为共产党绝对不会允许马云一架飞机把全家坐上这架飞机全部带走的 中共是绝对不会的 就是用你的家属作为人质来看一下这你马云 看你马云往哪跑 那么马云他自己呢 给他一定的空间 所以说马云上个礼拜呢 就去了香港 他在香港呢也相当的活跃 然后在香港呢 会见了很多他的好友 按照他自己一贯的风格啦 在一起要么吃饭啦 要么唱卡啦 OK啦 要么打高尔夫球啦 要么高团库论啦 就是马云要显示他自己咸殷也喝 他自己根本不在乎他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 那么同时马云在香港很多人认为香港毕竟还属于中国大陆控制 你即使到香港你也跑不掉 你肯定还都乖乖回大陆 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 就是港媒最新的消息 马云上个礼拜六已经飞往了西班牙 目前正处在他的西班牙的这个豪华游艇上 跟一帮富豪朋友们呢 正在度假 他是上个礼拜六凌晨从香港跟夜航 他的两架私人飞机呢 一前一后跟他很多富豪朋友和科技界的大佬 有香港朋友也有中国大陆的朋友 分成两架私人飞机呢 一前一后到达西班牙 他们的一个超级豪华游艇上 然后在这个豪华游艇上度假 那么马云的行动很多人都在问 马云难道不要边控吗 马云要跑掉怎么办 我认为中共不在乎马云跑 因为马云呢 共产党现在对他就是一种内控 也就是对他自己个人的经济财产 对他自己在国内里面所置办的各种行业 已经给予了严厉的打击 也给予了巨额发款 也就是马云现在呢 他大量的资产呢 受中共的完全控制 他要从中国大陆把资产转出去 没那么容易 当然了 他在海外有资产 他靠他海外的资产生活 完全马云是一时无忧的 只是马云如果走到这一步 他就变成是跟共产党对地了 也就是说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马云就一个人自己个人逍遥法外吧 你的家人被共产党是牢牢的当人质 看待大陆的 如果马云跟当局大家是达成了共识 因为呢 马云自己心里面有数 共产党拿他不过是杀鸡尽喉 不过是要他贡献一点财富 他本人是一直是拥护党的 他从来也没有违背过共产党高层的意志 他跟共产党可以采取配合的状态 也就是钱马云不在乎 这些钱共产党拿走 马云也是心甘情愿的 也就是花钱消灾嘛 你留下马云的命嘛 至于马云共产党拿走他再多的财产 他不在乎 因为他有足够的财产 共产党除非是打算要他的命 就是把他弄到监狱里面 直接把他毙掉 共产党除非是这样去做 如果不是这样去做的话 马云认为他还有足够的财产能够让他生活 他跟共产党采取一个勾兑的政策 就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要多少钱都给你 要多少财产都给你 你让我带什么头 我就带什么头 我完全拥护党的要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不一定非要杀掉他马云 拿马云开刀 不过是杀鸡尽喉 让其他富豪各个服气就行了 连马云的夫妻了 你还不夫妻吗 你能比马云的家业更大吗 所以习近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至于马云这条命 要不要他的命 在习近平眼里面无所谓 习近平稳固自己的政权 他要任何人命都可以 如果是对他的政权不影响 你活着你死的 对习近平他不在乎的 所以马云今天能够没有边控 能够坐私人飞机 还能够到欧洲到香港 那说明中共在这方面跟马云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的 他们是商量好的 共产党对富豪是抢夺你的财产 碎掉你的小老婆 这带到共产党的目的就行了 至于你本人是否枪毙看你跟共产党是否配合吗 如果是你愿意跟中共配合的话 还可以给你弄个爱国资本家吗 这在中共历史上这种有的事啊 共产党的脸每天是在变的 无论他是对你笑咪咪的 还是他对你凶手扼杀的 他背后一定是隐藏着祸心的 这是所有专制者的特征 你别看这个专制者 他可能给你做出一点所谓民主的姿态 这个缅甸不就是这样吗 缅甸军政府现在宣布释放超过五千名 因为示威而扣押的被起诉的各种示威者 这个军政府的领袖叫敏昂来 敏昂来大将在电视里面讲 军政府领导层决心在缅甸推进民主 有秩序的恢复民主五步的这个路线图 那么作为第一步 我们先释放掉很多示威者 也就是放掉了五千多个 那么缅甸军政府放的五千多个示威者 是不是就表示了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走民主道路了 放弃独裁专制呢 根本不可能 专制是他们的特征 他们不会放弃 专制的政权呢 至于释放掉这五千个示威者 是他表示一种怀恶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放掉你们以后 然后再给你们画一块大饼 告诉你们我们要走民主道路 我们马上要搞民主改革 也就是任何一个专制 他总是把民主挂在嘴巴上的 总是讲的最好听的 就跟共产党一样 共产党最近召开的这个人大会议上 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大谈民主 他谈的民主多好听啊 也就是他所说的所有民主的这些选举啦 人民的权利啦 包括所有人民拥有的机会啊 言论啊 所有的这些自由 你看习近平讲的多好听啊 共产党我跟你讲 他明天改名叫民主党 你都一点不要怀疑 共产党才可以把所有民主可靠写进他的党章 写得非常好听 看得非常好看 但是他做的是比谁都恶劣的 这就是共产党他是最大的婊子 但他要立最大的牌坊 也就是说 他们总是好话说尽 然后坏事做绝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这些专制者 习近平他今天 无论他用什么方式 他确定他党内的地位也好 他获得什么第三次决议 给他在党内树立一个毛泽东 邓小平一样的地位也好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独裁 就是为了专制 就是为了他自己谋取终生者 就是为了共产党永远欺压人民 这点本质我们一定要看得到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